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3年7月 吉林城市晚报三名记者谈秘干饭盆 迷路八天七夜 当地政府组织大批人马进山寻找 几日后成功救援 此事因媒体报道而轰动一时 难道真如当地老百姓所讲的那样 干饭盆是一个巨大的磁场 指南针会失灵 人进去记忆会混乱吗 这个被当地人誉为长白山百木纳的地方 还有着很多代解之谜 人进盆里为什么会迷路 指南针为什么会失灵 干饭盆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盆里没有水 为探寻十多年前三名报社记者迷失干饭盆的真正原因 走进科学记者在向导及户外探险专业人士的陪同下 深入干饭盆原始森林进行调查 不料也被困其中 真的找不着了 以为有向导 我们以为有向导 这么多户外的应该肯定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在这遇到这个问题 那么十几年前就有三位记者在这片神秘的地方 干饭盆里被困了八天七夜 而现在我们的记者在装备精良有了充足的准备情况之下 有专业的向导和专业的户外探险人员陪同 同样经历了惊魂一夜 这不得不让人觉得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古怪 那么向导也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容易让人迷路 而且会出现人突然消失的情况 你比如说两三个人这么走着 聊着天低着头走你的路 或者看看周围的方向 再一回过神来发现 你的一个同伴找不着了 这事就更让人觉得奇怪了 幸好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遇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但是说当地老百姓传闻当中 这样人走失的情况还是曾经发生过的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人突然消失呢 对于这些突然消失的人 干饭盆附近的村子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有人说这些忽然消失的人是被粗如水桶长达数十米的巨型蟒蛇给吞了 在干饭盆里头发现有大蛇 这个情况的据说是 听着是他们在一起休息 以为是是是是是个木头 坐在这里头 是休息坐的时候 往下一坐还挺远复的 还动弹 而且起来一看是个蛇 粗如水桶的巨型蟒蛇 虽然见到的人并不多 但是在毒蛇种类繁多的干饭盆里确实存在 据村民讲 干饭盆里有个被当地人称作蛇山的地方 到处都是蛇 石头底下掀开全部是蛇 当地还有一种叫做土丘蛇的剧毒蛇 一旦咬住人 人将必死无疑 比如说碗口粗的很常见 再粗一点的也有 那就是要是遭遇到它 那就肯定是很危险了 但如果让一个人忽然消失的罪魁祸首是蟒蛇的话 其他同行的人也不可能 安然无恙 那会是村民口中的四不像吗 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真正见过这种动物的人 无法得到确切的证实 但是在干饭盆里像野猪 各种各样的蛇还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一旦遇到巨蟒 野兽这样一些未知的生物 又该如何应对呢 一般的野兽呢 我们这个根据这个户外的经验 包括我从小在森林里生长的这种经验 一般的野兽呢 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 在遭遇野生动物时 切记大声惊呼 惊动野兽 而对于在干饭盆里 为什么会有人突然消失 是否和野生动物相关 我们不得而知 但让我们想起第一次穿越干饭盆 被困其中的经历 都会被困其中的经验 被困其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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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抓住 我们要走错了 看那家一个洞 看那就是个盆 那家一个洞 那就是在那什么 哎 这不是天井吗 这就是一个天井啊 这不是吗 这就是这个是 这里远点吧 我一小一别往中间走 永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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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 永远发现一个天井 哇 太老生了 不走不走 不走 小盆 不是 看看 看看 发现一个天井哟 这就是干门的 那个典型特别 像这个吧 就是一个小天井 这样一个小盆呢 就是 这就是也是 小天井 也就是渗水点 对吧 往里头水的 这不要往 不要往来靠近了 这危险 这这个盆吧 遇到这种地方的时候 一定要走盆一样 走那样 随时都 这个所有的地方 都有可能 是他陷下去 那咱们天黑前 还能出去吗 不好说 我看 我感觉出不去 你一下子 掉在这个 这个 无名洞里头 就是这些陷阱里头 走着走着 它又大大小小的 这个陷阱 看不清 脚底下 你就 这个这个这个 对清零一次卡上 重一点了 你就掉进去了 掉进去了 这个岸 顺便安全 那掉进去 就完蛋了 就担心这个事 深不见底的天井 须知枯眼的漩涡 无底洞 无处不在 它和干饭盆 迷路现象 又有怎样的关联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探秘干饭盆之 无底洞里的秘密 在干饭盆里 有许多隐藏的洞穴 当地人称之为小天井 户外探险队员 称之为无底洞 这些沿穴的洞口 十分狭小 上面被一些枯枝 或者植被的根茎掩盖着 很难被人发现 但是一旦有人踩踏上去 很可能就会掉进 这些无底洞 而这些洞到底有多深 没有人知道 所以一旦发生这种危险 很难获救 它这个确实危险 就是人走着走着 就是突然就陷到 陷下去 一回头就找不到人了 这种事情会发生 如果说哪一天 它那些上面的树木腐朽了 那么你一脚踩下去 就下去了 盆很小 几十米 周围的人看不见 你就失踪了 这样就没有了 很危险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树叶的话比较茂密 丢一个人 两个人根本就看不见 这种情况在干饭盆 也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这种炫穴 你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突然就炫下去了 据当地老百姓讲 这样的小天井 在干饭盆里随处可见 一旦有人不小心 掉进这些洞里 就会彻底消失在这片丛林之中 那么那些突然失踪的人 会不会都和这些未知的洞穴有关呢 在过去是抗日的土匪们长生的地方 那么当然有很多人掉下去 成为一副白骨 这个是不增的事实 估计肯定是有银骨头 这个动物大型的动物骨头 肯定是有 用块石头往下砸的时候 愣的时候 听不到落底的碰的声音 只听到石头创击两个石头壁的声音 从来也没有人敢下去过 这些沿映在茂密林子间的神秘洞穴 引起了我们的疑惑 这个洞到底有多深 有多大 洞穴下面会不会存在着一些未知的事物 为了探究清楚洞内的实际情况 我们准备了专业的户外工具 由户外俱乐部的队员 佩戴上头灯及微型摄像机 下洞进行勘察 洞口直径能有一米多一点 用完底下越宽 对 底下大概 不能看到能有 三十米 是不是这不太好 往下了 下不了 下了上不来 咱好像洞子要往另外一个地方延伸了 我看离这个主洞口 两米深的地方 有个斜洞口 对 上来吧 上来 用那个探的探的探的多深 用石头探的多深 挺好 也挺好 你蹬这个边上 感觉不顺不重 这个洞口有点窄 大概一米五到两米吧 往下延伸大概五米左右吧 有个斜洞 有个斜洞 是往这个方向去 那个看不到 再往下就看不到底了 但是底下往上冒凉风 上面洞口窄 底下深 它形成这种 到了 所以人一般的下去就上不来 除非有专业的起吊设备 出于安全考虑 最后大家决定 在绳子上绑上一块石头 将石头放到洞里 用这个方法来测量洞的深度 在测量过程中 我们发现 洞的深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这个石头栽二层开 它不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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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拿不动它 又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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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啊 别把脚残了 下了 下了 还没到你 你往后站一点 往后站一点 一勾了 你腿扎紧一下 就给你缠上去了 往后站 这一百米绳子它没了 我们带的绳子就一百五十米 现在已经全放下去了 它不够 现在还有很大的几 没办法到就 就这么多绳子了 那你觉得掉下去 基本上就救不上了 就救不上来 而且掉下去就没有命 因为太深了 你看我们这根绳子 两个绳子绑一块一百五十米 还没到头呢 还生命 它冒凉凤 探动队员告诉我们 洞壁上的石块比较松动 岩石上有很多裂缝 有些地方还有着清晰的孔洞 并感觉从这些小洞内 不时的有凉气往外冒 现在这种状态人下去太危险了 因为它的洞壁上面的岩石 都有很多裂纹 是一种很疏松的状态 如果把人降下去太危险了 还是应该用一个更完善的可监控的一个摄像装置 深不见底的洞穴人一旦下去就很难获救 观察周边环境后 我们决定借助两棵树 把微型摄像机通过绳子放置洞下 不时说拿这个绳子就绑在对面的树上 我们拉一根从中间弄个摄像机下去 看见下面什么情况 对 然后我们最好跟机器一样配上两个光源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机器沉到底下的话 我觉得下面应该会有发现 那么在当地人的口中 这个人消失的原因我们找到了 其实就是在干返盆地区 有很多这样的深洞 这些洞你表面看不出来 地面上你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小盆一样 但是这里面非常深 150米都不见底 您想一想吧 这上面在长年累月的覆盖上一些枯枝败叶 人走上去 本来还跟朋友说这话 一扭尸一聊天 哗 这人掉进去了 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就在奇怪的 这些洞是怎么形成的 当地有人说了 这洞的年月真不知道 只知道到了战争年代 有些人还经常躲藏在这些洞里 那么一说到这些洞 大家就肯定会有不同的猜测了 这洞是怎么形成的 有人说会不会是陨石撞击 还有人怀疑说 这是不是一个采空塌陷区 所以我们都专门问了 底下是不是以前有煤矿 或者有采石厂 或者有其他的金矿之类的 当年采完了 后来人不知道 然后陷下去了 当地人说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在这挖煤 采金这样的事情 看来这个判断 也不太合理 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深坑 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干饭盆里的种种奇怪现象 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这是建的建迷雾镇 还有一个迷雾镇 走哪里都是一样 一样出不来 我少了 就好菜的时候 它就是给这个格力嘛 生锐 上菜好菜 好也好 感觉好感觉 好把米矿了 也是少不着 包括我原来就是 就是不经常过来的时候 也到这个地方 很多探险的过来也不行 都找不到 有人说长白山脊周边多陨石地带 干饭盆很可能是远古时期 陨石砸出来的凹坑形成的 由于陨石本身带有磁性 形成强大的磁场 不仅会影响人的判断 而且就连指南针到了这里 也会失灵 那么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们有一个指南针 它那个状态就是 一会儿指这个方向 一会儿指这个方向 我们好像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边针不得好死 刚才就不对 刚才应该这边是背 现在你看 现在又指这边是背 因为这个 它有 这指南针是四个什么 三十多度 有时候向右脚四十五度 有时候向左脚四十五度 现在就是完全失灵了 为了探明干饭盆的成因 走进科学设置组 和中国地质大学 郭普海老师再次进入干饭盆 从事地质调查工作 已经有三四十年的郭老师 在这次调查中 发现干饭盆并非陨石坑 真正的陨石坑 实际上是这个环状是很明显的 而且要比这大多 如果是一种小的陨石 落下来的话 冲击的话 它周围应该有破碎的陨石 下面有陨石 另外经过撞击以后 周围的岩石都发生了变化 最重要的一个陨石坑 要有陨石坑的证据 除了地形象以外 还应该有什么东西呢 有冲击变质 盐 按郭老师的说法 在干饭盆地区 并没有发现冲击变质盐存在 所以基本可以排除干饭盆 是由于陨石撞击地球形成的猜测 此时我们又听到了一种说法 说干饭盆地下四百米处 有大量的铁煤炭除藏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 在干饭盆指南针石林 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干饭盆地下 有煤铁矿等矿产资源 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 我们分析地质图 矿产图 看了江源的地质矿产图 实际上它的煤矿 还在我们的南部 十几公里之外 这个地方完全是灰岩 它里面没有煤 只有石灰岩白云石之类的 地下存在某种矿产资源的猜测 也被否定了 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深坑 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可监控的摄像装置 有没有拍摄到 有价值的画面呢 可能我们把那个篮子 设计的再小巧一点 透明的 如果是一个封闭的 摄像机在里面 可能就能下去了 篮子大 洞口小 微星摄像机在现有条件下 不能随时调整方向位置 下放摄像机过程不顺利 但向导老吴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线索 他曾经发现在这里跌落的牛 在另一个洞内发现了牛的尸骨 眼前这个无底洞 很可能和发现牛尸骨的洞是相通的 很有可能 因为刚才我们从横向装置的 那个托布奥尔上面可以看出来 它可以扫描到 有些地方还是有黑洞 就对它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洞可能还会像其他地方颜色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藏着很多的秘密 我们决定继续探动之行 中国地质大学的郭老师 曾多次走访江原区国土资源局 进行了地质资料的准备 据郭老师发现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人 在干饭盆里迷路 主要是因为干饭盆的地形造成的 而干饭盆这些大小盆地的形成 与无底洞的形成过程 息息相关 这个洞弯弯曲曲的呢 下去 现在洞里呢 最最下边有水 大约斜长一百多米 我们所能到的就是一百多米 里边的景观有中入石石笋之类的 也是四通八达 穿过一条地矮的通道 我们终于到达了洞的最深处 往前便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于是我们此次的探洞 只能就此终止 科斯特地貌的形成 环状的这个小的洼地形成 然后不断的寝食 不断的溶食 它在扩大 扩大以后呢 就形成了炫血 这种石灰岩 也是很容易溶食的 它溶食的那个形态呢 就像一个盆一样 那么大的呢 有一百多米 小的有几十米 随着它的那个节里的发育呢 它是南北象的呀 东西象的 都发育的都有啊 郭老师说 这是一种典型的石灰岩 卡斯特地貌 但是其他有同样灰岩的地方 为什么没有形成这种溶洞呢 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巧合 灰岩碰上哪些因素 才有可能形成这种溶洞呢 有可以溶食的灰岩 另外一个有酸性的水 有通道 你想有的地方 它没有节理 没有发育 它没有水的通道 它也行不成 眼前的这座溶洞 是由水流的侵蚀造成的 水流不停地从裂系里通过 对岩壁造成侵蚀 于是形成了巨大的空洞 随着水流的进一步侵蚀 溶洞顶部的岩层越来越薄 终于有一天 岩壁再也无法承受重力 坍塌下来 于是形成了这些 开口朝上的巨大神坑 由此也可以推断出 干饭盆是由岩溶溶食而成 形成了多个盆状相似的小洼地 加上树林茂密 所以极易迷路 就是由于它的地形相似性 人不太容易辨别 所以就容易迷路 再加上长坑山地区 这个气候有时候瞬息万变 一会儿寡风下雨 一会儿阴天的 那么假设看不着太阳的话 有时候辨别方向也比较难 干饭盆的神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野外探险者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生存呢 如果我们遭遇迷路 又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原始森林呢 指南针异常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 其实在这里面呢 迷路的原因也很好解释 那就是啊 你一眼首先看不到太远的范围 这个地方呢 又没有什么主风 特别高的山峰 没有 这样呢 就很容易啊 导致你的视野变得很狭窄 加上呢 周围四周的环境全部一致 这样呢 很容易就迷失方向 如果说赶上天气不好 又看不到太阳啊 晚上的月亮啊 星星啊 没有一定经验的人呢 他肯定是容易出现迷路的情况 您看 就是包括我们前面说的 带我们进去的向导也好 专业的探险人员也好 在指南针GPS失灵了之后 当时呢 也出现了找不到路的情况 当然持续的时间不长 也就是几个小时 最后借助月亮 还是判断出了准确的方向 但是想一想啊 这毕竟是一支大队伍 如果您就一个人 两三个人进去了 又没有什么经验 这时候肯定会特别慌 再有呢 可能就是我们刚才 以前讲过的啊 人走路的时候啊 如果在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向的前提之下 很有可能你走着走着啊 就是因为两腿不平衡的原因 最后走出一个大圈 感觉上呢 自己又回到原地了 不同的地方 管这种事呢 有不同的叫法 有的人呢 叫做这种鬼打墙 但是到了当地呢 管在干饭盆里迷失方向的这种现象呢 叫做马达山 当地人还说 如果你进去走不出来了 那就是在干饭盆里 被闷了干饭了 所以也有人管这个地方啊 叫做死亡谷 或者叫做呢 长白山地区的百木大 那么我们说啊 甭管怎么讲 现在呢 爱好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 尤其是这种探险者变得越来越多 但是千万不要依仗自己的这些所谓的工具 就认为可以通行天下 您看到了没有 专业的人士 在这个地方 一样会迷路 一样会遭遇设备失灵的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一旦遭遇了这样的问题 到底该怎么让自己找到正确的方向呢 欢迎大家明天接着收看我们的节目 复杂的丛林神秘的洞穴 危机四伏的干饭盆是如何形成的 荒野之中该如何求生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探秘干饭盆之 凸显干饭盆